出街人有三急 避無可避都要用公廁 一個不幸去穿一些噁心的廁所 都真是很難頂 那些門不穩 就骯髒 還有地上很多水 一陣那些 尿味 廁所門少一格 可能加多兩個格 清潔多些 拖地 好一點 本地遊大陸人 都說烏鬚 他說的就是榮獲2023年 最急待改善公廁的西環吉直街公廁 此外西營盆街市公廁都得到這個頭銜 香港廁所協會 巡視了本港三百多個公廁 選出最好和最惡劣的公廁 今次獲得交許的有這幾個 獲得金獎的八石角公廁今年才啟用 位於大埔科學園附近 曾經被人摘得好似日本 裡面設有天幕 免觸式垃圾桶 自動感應式水龍頭 減液機 感應式充斥設備等等 有寶寶仔用的東西 主要是設備單車客 因為那裡每天都很多人踩單車 踩單車外面要加水 要添加水 在一個飲水機 大家可以侵水下去 繼續踩單車 協會就說 近年香港公廁的環境都有改善 也提出使用女性尿豆 希望可以縮短類似排隊的時間 解釋了 解釋了 解釋了